接著來關心籃球的消息 第十一季SBO選秀今年登場了 今年帶領台灣體大 躲下UBA冠軍的總決賽MVP 呂啟敏以黑馬之姿 成為今年SBO選秀狀元 而榜眼是身高200公分的長人 基隆相攻的中鋒李嘉瑞 第十一季SBO選秀會上 前一季戰機墊底的台灣啤酒 用選秀狀元籤 挑選今年UBA冠軍賽MVP呂啟敏 期盼這位在UBA打出身價的年輕好手 能夠為台皮注入新的火力 除了呂啟敏自己對SBO的菜鳥球技 充滿期待 總教練嚴家華也表示 只要呂啟敏認真投入訓練 一定會給他很大的發揮空間 他在UBA能夠拿到冠軍賽MVP來講 他有他的條件 所以他只要練球符合教練團的要求 我覺得他上場時間一定是非常多的 剛從HBO名校基隆商工畢業的李嘉瑞 因為身高200公分的先天優勢 讓他成為這一次的選秀榜眼 準備在SBO新賽季 披上金門九場的戰袍 教練幫我規劃 然後還有就是自己也想挑戰看看 做好自己吧 然後身體方面要再練壯一點 今年SBO選秀總計共有31位球員參加 不過最後七支SBO球隊只挑選了十個人 就宣布今年的選秀落幕 月電TV甘邦姐孫川仙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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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